爸爸问女儿 追求你的那个小我 小 追求你的那个 年轻人 脸皮实在太厚了 昨夜在我们家里待得很晚 你母亲对你说什么呢 女儿就讲 妈妈说 怎么跟你爸爸当年一样 我们在追求佛法的时候 是紧跟着不放的 是紧紧的追着不放 我们每一天修行 是有固定的 固定的几坛法 他这个星星连住我们 我们也连住这个星星 我们变成非常的有眼 那星星就是你的本尊 经常引寝他的光 进到你的眉心 进到你的心迹 进到你的 这个当天 那么时候 他这里会生出一个眼睛出来 一个眼睛 在心轮也会有一个眼睛 在忌轮也是有一个眼睛 到最后 所有的星光全部进来 进到你的身体里面 你全身都是星光 像你毛细孔一样多的星星 星星的光在你身上 这时候叫做通身四眼 全身四眼 大圆满法里面有这个法 就是叫你通身四眼 你全身都是眼睛 那么这个修法 可以从观心这里来 看心心 这个我写的密教大圆满 第六十三 有写大圆满观心 感谢观看